大家好,我是大树 对于老李,我一直以来就很好奇 有没有墙内的高官是真的可以做到清联而至 那从老李的一条破烂的裤腰带 就让我对老李的猜疑倍感惭愧 那我们知道红社会的长者们一般都不贪 都是家人比较不知律 但是从老李的家族成员来看 好像又得很老实 那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知道老李的弟弟 曾坐镇烟草局的时候 我就在想这个烟草行业在国内这么高有水 老李的弟弟应该多少会有点钱才对吧 对吧,多少有点黑木啥的 结果一查发现人家都很自律 那按理说嘛,一个苍蝇被拍死了 红社会都得扔到海外游街示众一下 那老李这么大的官 而且还有洗礼豆之类的传闻 但就是没有老李不自律的丑闻 而且对手连编都不愿意编 那说明老李家是真的清廉 那如果不是呢 那就是老李才是真正的医生 那要么就是老李家非常知晓 红鬼子的斗争哲学 所以不敢谈 那要么再就是老李家都是个大好人 和红鬼子们很团结 其乐融融 不然我真的想不出来 老李家只能如此的自律 没有一点花边新闻 而老李假若真的是一个优秀的总理 那么老李的死对国人来讲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无望 而是敏毅再一次被红鬼子强奸 或者说是扼杀了 所以产生了这种无助感 那么正如大家所说的 老李是红社会难得一见的好总理 又有知识还有学历 又不贪 总的说来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总理 而且大家总喜欢拿老李的人在做天在看 来亲切的称呼老李为中国好总理 那甚至有六四的民主人士提及老李 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可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红社会有个魔力 我们总以为他过去是绑架中国人民 现在准备是绑架世界人民 但是他最初绑架的那群人 其实是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员 咱们看每一个进了体制的人 无论他品性多好 他一定会渐渐的失去人性的光环 因为他要想在这里面待着 或者说想往上爬 就相当于他要保自己的官位和饭碗 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一定要维护这个体制 也就是说保党才能实现这一切 那即便是习霸都在魔咒里 被这个鬼东西绑架 所以我相信要研究好红社会 你不能单纯的从科学的角度 应该也要从玄学的一部分下手 就他特别的诡异 而我们的老李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中国曾有一段雪江经济的故事 90年的时候 在河南执政的李长春 大搞雪江经济 让农民卖雪脱贫致富 这个缺德玩意 想出来这么一个鬼东西 但是由于这个政府的玩乎之手 不注意这种公共卫生 重复使用这个打完的针头抽血 结果就导致百万人感染 数万人死亡 那艾滋病一下就成为了当时的大流行 那后来这个事情就被曝光了 那随即便被当时执政的这个李长春 给打压下去了 那后来老李就被调到了河南执政 来背这个黑锅 由于这个艾滋病 他有几年的这种潜伏期 然后正好在老李执政的时候 他爆发了 那大批的艾滋病患者就相继的死亡 所以我们在我党的历史长河当中 可以明确的看到老李的这个传记里 有这么一段故事 这一载说 这个老李到河南后 立马把艾滋病作为了重中之重 他主张是有一步 即保证这个艾滋病患者有房住 有衣穿 有饭吃 有基本的医疗保障 不让一个艾滋病患者的这个孩子失学 那说的很好是吧 然后这个红鬼子 在这个登记艾滋病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发病的人 每人每月可以领200元 但是没有得病的人 可领150元 但是咱们要想拿到这个钱 得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这个传染源这个里面 你不能写是血液传播 所以咱们也知道 咱们无助的中国人 肯定是领盒饭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被压下去了 所以在这个党史里面就记载 说这个时任当时的 这个儿童基金会的驻华代表 就赞扬老李 说老李呢 在中国和世界上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这个河南的防艾滋病经验 在国际上应该得到推广 所以这里 大叔也不得不佩服这种高学历的经济大师和才子 有钱能使鬼推磨 用的恰到好处 实际上当时像老李告状的人有很多 但是老李作为这段劣迹过去的当事人 他对老领导们是百般的包庇 并加以掩盖 你说像李长春这类人不但没有落马 还步步高升 所以说这个红社会是很诡异的 你干坏事你才能步步高升 这个是一个魔咒 对不对 所以老李的助攻是发挥了大作用 当然有人可能为老李打抱不平 说这个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可是你有罪不罚 有据你不查 对不对 而且是在人家证据确凿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那就可见老李是一个什么德行 所以我才说红社会 它是一个很诡异的玄学的一部分 那么一个这么维护老领导的人 不懂得捞一笔 实在违背经济学的奥义 对不对 所以我看到了老李的破腰带 我的猜疑就让我觉得惭愧 是什么让我相信红鬼子里还有好鬼子 真的是惭愧 由于这个事情坑产了无数个家庭 所以有人就实名举报 就给了当时的老胡和老温 那么结局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举报没举成 还被警察请去喝茶了 从此就过上了噩梦般的生活 警察不断的找他寻衅知识 所以咱们说魔幻不魔幻 常常都是这样的运作模式 老李的干净就如有人做了手脚一般 但是咱们这个世道有一个特点 你比如说在墙外 我们是在坏中比谁最好 只要这个人比习霸好 他就是一个不错的人 那么在墙内正好是相反 他是在坏中比坏 你比如说你说我中国不好 那美国好吗 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特别的诡异和神奇 是吧 另外墙内就有知情人士 最近就爆料说 老李的死讯之所以传播这么快 其实是倒习派所为 因为倒习派已经选好了 接替习霸的最佳人选 当然也有人说 老李的夫人陈宏向外界发声 说老李是被害死的 其实不管是谁的手带走了老李 他们的手都不是干净的手 就这则消息你看是简单 但是他也却自相矛盾 你说老李的死传播既然这么快 是倒习派所为 那么倒习派选定了接替习的最佳人选 就显得是倒习派下手做的老李 对不对 可是倒习派做掉老李给习下马威 那你看习最近又在大清洗 那么倒习派如此冲动 就显得是致壮枪口 至少没趣了 是吧 而从这个新华网的报道 说这个老李将于11月2日火化 那这么大的政治死亡 老李不被厌尸 马上就火化处理 你这个看似很正常 但其实也很不正常 正常的是 这是红鬼子一贯的做法 那么不正常的是 这个事情都已经被炒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 你老习不应该丢出一点风声 来开关验尸啊 或者做一些这样的准备 来为自己洗牌一下吗 你真的不怕国内造反吗 而习罢呢 现在呢 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一点呢 也不受影响 真的是大度偏偏 而且大家想一想 假若老李真的是自然死了啊 那么各路人马 都会陷入恐惧之中啊 不仅仅是习啊 也有习的反对势力啊 因为大家都觉得是对方干的嘛 各怀鬼胎 对不对 所以说自然也就会有更猛烈的内斗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去观察 但是假如是习罢干的啊 那么习罢为什么要做掉老李 给自己设难呢 当然呢 从习罢的大清洗来看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至少他搞许家印 搞动态清零 搞贸易战 搞富士康的时候 他破坏的都是经济 也都会引起这个外商撤资 他把老胡请下台的那一刹那 包括火箭军和秦刚的消失 你在练葵花宝典吗 伤敌一百自损一千 那这个呢 也符合习罢的人设 但是搞老李 为什么要搞死他呢 除非李涉及了倒习 会要老习的命 要么呢是李真的是接替习的唯一人选 如果所有的这些事情真的是习罢做的 那么习罢马上还有大众做才对啊 假如不是 那就是天意啊 这个人在做啊 天在看啊 大家都好说这口啊 可是每次说的时候呢 也都是理直气壮的啊 我不知道别人啊 反正我知道我自己啊 就每次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是心虚的 因为人在理直气壮啊 说这话的时候 他只看到的是自己的好啊 他也都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 所以呢 我是真的怕 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啊 尤其是阎王爷 再问一句 要不要再仔细的看一看 好我是大树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